近期二話點離開三跑 泛民個個都衝出來反對 OK 千多億工程多些討論無可厚非 但拜託不要拿引導性問卷調查結果出來 就不斷說市民反對起三跑 78%的人就認為應該擱置三跑的方案 先善用雙跑道的方案 嘩 你條問題這樣問都很有問題 等於問你贊成老婆省點花你給開的家用 還是要你出多些倫比投家 是人都會答 叫老婆省點花啦 豈有此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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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場討論的田兆沒得頂了 一針見血點出份問卷有多加 我也會支持 我是那68% 如果有得善用 我當然先善用 問題有無得善用 不斷煲些假民意真是說多都浪費 學次張炳梁說齋 要等到2020年全部實現豬三角空管後 才起三跑 香港會蒙受極大損失 中大國羅長國教授都說 每多一班機 一年就可以創造多七百多億經濟效益 是不是還在浪費口水 光說不做 看著香港落口 你想你啦 好為何放了 那我們更判決а 迎娃